振兴券也能拿来做公益 先元张美惠联合田志轩基金会和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共同为9家社福机构做联合行销 呼吁大家使用消费券来买这些社福机构 怨声所自制的各式产品 既可以买到优质实用的商品 又可以把爱心放大多更多 5000元的振兴券你想好要怎么用了吗 先元张美惠建议 可以选择购买社福机构自制的产品 既能够买到优质使用的好东西 又可以把爱心放大更多倍 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振兴券能够 使用在我们社福团体 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联合行销的记者会 一起来告诉大家 我们花莲在地的社福团体 他们的产品 他们生产的商品 其实都具有市场竞争力 希望大家提拨或者全额 能够使用在我们的社福机构 因为最近的疫情 大家各行各业的收入减少 所以我们社福机构的收入 就是捐款的收入也都大幅缩税 甚至本来要办募款的爱心园会 也都因为疫情被迫取消 所以在这个收入大减的状况之下 营运的难度更高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一次振兴券的这个机会 大家在商业使用之余 能够把这个全额或部分 使用在我们花莲的 我们今天有来了九个工艺团体 社福机构 他们的这个商品都非常的 具有这个水准 那希望大家使用来支持他们 来帮助他们 现员张美惠他联合了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和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共同帮境内九家社福机构 来做行销 包括了主爱之家 安德企治中心 善目中心 家户中心 必需大教养院 肢体商产福利协计会 自闭症协会 黎明教养院 还有利新基金会等 产品包罗外相 有烘焙食品 手工罩 编织品 手提袋 T恤 手工艺商品 木工手作品 美味高饼点心 品质好 卖相加 相当具有专业水准 值得大家来选购消费 而张美惠也表示 这项联合行销活动 也获得了县政府社会处的支持 会协助在媒体宣传 还有在县政府的网站来宣传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社服机构生产的好货品 也能够使用振兴券 让爱心无限放大 谢绿惠欢事报道